民眾早起到黃金海岸散步 但怎麼越走越誇張 地上竟然全都是垃圾 再仔細拉近一看 這些全都是煙火 還有鞭炮的空盒子 還有喝完的手搖飲料塑膠杯 一路走到底 垃圾路看不見盡頭 環保人員戴著手套 辛苦的爬進堤防下的石頭堆裡 玩著搖一個一個剪 就是因為有民眾搶佔海景第一排 想再更靠近海邊的堤防下放煙火 卻不把垃圾帶走 環保局總共出動了 20多位環保人員到場 但段兩天就清出了 將近兩公噸的垃圾 實在很沒有功德心 那些糟糕都是在清潔的 對啊 你看那麼多 整齣的 那個教育感官都叫不好 民眾不可置信的 看著滿地的垃圾超級傻眼 垃圾車一台 上面已經全都堆滿了垃圾 但還是載不夠 希望民眾能自行 擔心垃圾自己回家 民眾一時開心放炮 想要享受海風吹來 火樹銀花刹那 綻放的浪漫 卻不把用完的仙女棒 和煙火盒給帶走 全都留給辛苦的環保人員收 實在是缺乏工的心 記者賴關家馬家於台南報導